欢迎收看112年7月5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庄舒婷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登革热疫情延烧 高雄市又确认两例疑似登革热个案 两位都有台南旅游史 不过其中一位是移工 到底是境外移入还是本土个案 需要再做血型分析厘清 今年暑假寿山动物园加码 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 每周六日更延长开园至下午6点半 欢迎全国大小朋友来高雄畅游 度过美好的夏日时光 高雄市政府为了拼进零碳排的目标 特别编列预算 把高雄11区已达年限的里长公屋机车 换成环保的电动机车 4号在区长和民政局的见证下 将38辆电动车交给小港区的里长们 为高雄环境和空气品质尽一份心力 为了应对台南地区不断传出的登革热个案 高市府卫生局也严守边境 并立即进行紧急防治措施 包括对感染个案住家以及工作区域 进行地毯式喷药来去除滋生源 防止病毒扩散蔓延高雄市区 面对台南地区来世汹汹的登革热确诊案例 高雄市卫生局主动出击 不仅严守市区边境防线 在染疫的个案通报后 立即启动紧急防治 针对住家周边以及居住地 还有接触过的工作区域 以地毯式喷药灭纹清除滋生源 不让登革热蔓延市区 那经调查 那该个案在发病之前 前六天有前往台南市的疫情热区 去工作在台南市的东区 那另外他在病毒血症期间 也有前往高雄市的 包括古山 新兴 小港 人物的工地去工作 那平时的一个活动范围 大概就是在居住地以及工作地 那因此卫生局在接获这个通报个案之后 就立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 那针对居住地凤山 以及他各个工作的场域 立即进行喷药灭纹 以及地毯式资生源的检查 为了阻断疫情的扩散 市府卫生局也跨局处汇同公务局 派原稽查市区建筑工地 可能无法排除的积水处来进行喷药 另外防疫团队也前往菜原稽查 查获多处除水桶已经有资深病媒文决绝 依法处以罚还外 同时呼吁使用菜原民众移除积水容器 降低登革热传播风险 那由于工地的包括工地的基坑或者是阴井 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量的资深员 那因此公务局在 其实在以往 公务局就会与卫生局进行联合机查 那针对工地的部分 我们到现场去进行辅导 那防疫团队在进行凤山区的病媒密度调查的时候 也发现到凤山区有为数众多的菜原 那这个菜原的部分也发现了很多的积水容器 那部分的积水容器已经产生阳性的一个病媒文 那针对这些不当的储水 那产生病媒文的这个部分 那卫生局会依法进行采法 那罚则在新台币1200元以上 卫生局再次提醒市民大众 登革热潜伏期为3到8天 若是近期内有出进东南亚国家 或是前往台南疫情热区活动的民众 有出现发烧出疹或是头痛等疑似症状 应先停止所有活动 尽速前往登革热合约诊所就医诊疗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疫情延烧 高雄市政府确认又有两例疑似登革热个案 市长陈其迈表示 两位都有台南旅游史 其中一位是移工 到底是境外移入或是本土个案 需在座血清穴的病毒分型厘清 市长陈其迈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 有两例疑似登革热个案 两位都有台南旅游史 其中一位是移工 到底是境外移入或是本土个案 需在座血清穴的病毒分析厘清 今天应该有两位 两位都有台南旅游史 其中一位是移工 是不是境外移入或是本土个案 我们要在做血清穴的病毒分型厘清 但从时序上看起来都有可能 卫生局副局长潘昭颖补充 今天有两位个案目前为NS1快筛阳性 卫生局会等中央的最终检验结果 跟中央同步发布相关的疫情 刚刚市长讲到那两例目前是NS1阳性高度一致个案 那PCR的部分目前要等中央的最终检验结果 那这个部分的话会跟中央同步发布相关的一个疫情 那至于云岭的部分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讯是中央那边经过基因定序 虽然它还是第一型的登革热病毒型 但是确定是由境外移入导致的当地的一个散发群聚的感染 跟台南的疫情是不相关的 境外移入的部分我们还是一样是跟我们目前的防疫的步调一致 只要有个案出现在社区 那依据它隐藏起的一个时间点 还有活动地点 那经过疫调 我们都会针对当地进行必要的一些防治工作 包含制作员清除室内喷药 以及相关的疫调裁检工作会同步的进行 那跟目前在本土个案的防治策略是一致的 卫生局表示境外移入不分 市府还是会跟目前防疫步调一致 只要有个案出现在社区 依据隐藏起的时间点 活动地点 经过疫调后 都会针对当地进行必要的一些防治工作 包含制作员清除 室内喷药 以及相关疫调裁检工作会同步进行 记者李正道 高雄报导 来寿山动物园放暑假就对了 今年暑假寿山动物园加码 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 暑假期间每周6日更延长开园至下午6点半 欢迎全国大小朋友来高雄畅游 度过美好夏日时光 另外为了方便民众入园 7月起全面开放现场购票 并同步维持官网预约订票系统 iPhone KK Day等购票平台 让游客多元选择 今年暑假 寿山动物园除了安排精彩活动与体验外 更加码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 暑假期间每周6日更延长开园至下午6点半 欢迎全国大小朋友来高雄畅游 度过美好夏日时光 暑假即将到来 陈金曼市长特别宣布我们高雄市的寿山动物园 在7月1日起到8月31号 整整的暑假两个月的时间 全国的小朋友12岁以下寿山动物园都免费 那欢迎大家爸爸妈妈带着这个小朋友来到我们寿山动物园 那每个周末我们都会有小剧场 还有很多的创意工作坊 还有动物明星票选活动 欢迎大家一定要来高雄寿山动物园哦 在7月每逢6日推出亲子互动DIY体验 清水广场保育小剧场也特别举办十大动物明星票选活动 同时园区服务再升级 利用原黑猩猩家将铁笼转化成纯白建屋的咖啡厅也正式开幕 这个动物园这个时间也非常的久了 在这边设立在这个动物园 当然我们很多一些的乡亲也知道 知道这个动物园但是很少都没有到这个动物园这边来走一走 那我今天也难得就因为这个光是咖啡馆 这个今天开幕 我也是因为我也在这个部分呢 也是在推这个咖啡的一个产业 那我是今天是也过来这边了解一下 以后也怎么样结合 那是一个后面的一些的 这个要怎么样推动 这个是要未来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时候已经6月底7月初 那各级学校也要开始放暑假了 那我想好不容易高雄市政府争取到 他们多的经费4亿多来改造整个寿山动物园 那我想包括有一些又会措施 12岁以下的学童可以免费之外 那其实今天开幕了这样的一个咖啡厅 充满了一个不同的意义 过去这边是红毛猩猩的一个饲养的地方 那我想利用这样的观式咖啡厅 然后让民众来去体验 就是说动物在里面看人的感觉 那我想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 在暑假的时候来高雄玩 也来寿山动物园玩 市府表示改造后的寿山动物园 不只提升动物展场丰富性 及园区环境 更让游客有多元及优质的参观体验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高市府为了拼净零碳牌目标 特别编列预算 把高雄11区已达年限的里长公务机车 换成环保的电动机车 在区长与民政局的见证下 将38辆电动车交给小港区的里长们 期盼为高雄环境与空气品质 尽一份心力达到节能诊探 你按住钥匙以后我们就会自动弹起来 小港区公所的里长们 选了心目中的电动车品牌后 填写着相关资料 在交车现场电动机车车厂的服务人员 从旁教导里长们 电动机车的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里长也对于电动车的操作感到新奇 都还蛮熟悉的 只是那个电池太重了 电动车还比较方便 那就是重点跟汽车一样都是遥控的 那也很感谢我们那个市政府的市长 为我们里长着想 里长为里民服务 然后换这个方便的电动车给我们服务 继续努力 节能减碳不再只是口号 高雄为了拼进零碳排目标 市府特别编列预算 把高雄11区已达年线的里长公务机车 换成环保的电动机车 在区长与民政局的见证下 将38辆电动车交给小港区的里长们 节能减碳的问题 那市府民政局的部分 他们就采购了电动机车 那也符应我们净零城市的一个政策目标 那我想我们的里长都非常高兴 能够换购这台电动机车 那骑上的电动机车 当然可以更有利他们的为民服务工作 市立会在六月底 普通过净零城市发展自治条例 也是配合中央政府 率全国地方政府之先 成立这个自治条例 那我们里长也非常辛苦 那当然我们要落实环保 还有减少公务 所以我们在里长的公务车 我们也全面泰换 在这一次11区总共452辆 里长为着社区大小事 经常骑机车穿梭在林里 公务机车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里长们拿到新的电动机车 觉得兴奋 也很开心为环保尽了一份心力 为了是这个环保还有空气的问题嘛 所以说我们当然是也是很乐意 来配合我们政府的政策 所以说当然要换新车 我们里长都很高兴 本地是吃气味嘛 现在来改电动 就对我们社会就环保了 环保是比较好啦 高市府带头规划精灵碳排 期盼让各区里长们在社区小上中 骑着电动车能更方便为里民服务 也能成为爱地球的最佳示范 骑着公车 赛赛赛赛 记者黄冠维和文宇高雄报道 暑假刚开始 高雄市社教杯三对三篮球斗牛赛 立即点燃青少年朋友篮球热情 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届了 是高雄市三对三篮球赛大型赛事之一 总共135所学校 264只队伍近1000位选手参赛 2023高雄市社教杯三对三篮球斗牛赛正式登场 今年已迈入第十届 是高雄市三对三篮球赛大型赛事之一 近1000位选手参赛 其中有来自台南屏东的学子们 来高雄PK球季以球会友挑战球魂 社教馆每年的暑假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都会办三对三篮球赛 那这个社教杯篮球赛已经是第十年了 那今年264队一共将近1000个选手 那我们这边跟别人办比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第一个我们是由公部门的行政人力 直接来办比赛 我们没有委托外面的协会来办理 那所以我们的赛事可以号称是我们是最公正的 那我们比赛场地秩序安全维护上 我们也会最用心的 另外因为人数过多 所以我们跟小港高中来借活动中心 那我们也可以很自豪的说 其实所有的三对三比赛里面 所有的赛场从预赛到决赛 都可以在室内有空调的场地比赛的 我相信应该是不多 篮球是最普及的校园与社区运动 篮球斗牛更是组队门槛低 最受青少年热爱的活动 每个选手在场上拼搏的气势 令人感到热血沸腾 其实小孩子最好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越小的时候 就锻炼一个很强健的体魄 其实对他一生的影响都很多 那尤其篮球这个运动 事实上是我觉得很容易入手 而且你看三对三篮球赛 其实你三个就可以成型了 就可以来比赛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小 可能是低年级的学生也来组团来参加 那篮球的比赛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 你可能找几个好朋友 你就可以到篮球场上面去打 你一辈子可能都在打篮球 你都在这个领域里头 跟人家切磋琢磨这个技术 所以呢篮球的运动在台湾来讲 是非常的盛行的 而且在高雄有许多的场地 事实上大家都在打篮球 那所以呢 像社交馆每一年办这个活动 除了疫情期间 今年第十届 其实非常的热门 你看今天我听馆长讲说 大概全场的这个选手就超过一千人 那再加上今天观赛的人数呢 大概就有一千两百人以上 那这么热的活动在暑假期间 我事实上也跟大家推荐 这两天有空 不论是小港高中或是社交馆的场地 都有比赛 社交馆指出 透过篮球技巧切磋 提高篮球技术水准 并培养出正确人际关系 及运动习心 进而展现知心 提升自我体育能力 为暑期推出的青少年篮球竞赛 活动之一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高雄市运发局拍摄宣传短片 老爷今天爱运动哦 鼓励银法族多多运动 影片中还邀请到可爱的吉祥物 爱运动串场 提醒长辈多运动 高雄也有多个运动中心 65岁以上长辈可享优惠 高雄左营与凤山运动中心 也有推出银法族友善AI器材 帮助长辈提升自义耐力 为了打造高零族群的运动风气 也鼓励更多银法族长辈出来运动 高雄市运发局推出宣传短片 老爷今天爱运动哦 影片中邀请到可爱的吉祥物 爱运动串场 提醒长辈药剂的运动 才能享受健康生活 也希望透过宣传短片达到 达刚来运动 行费价以用的健康目标 那我们也特别呢 请我们这个吉祥物爱运动 那个来串场 然后让这个整个的影片呢 更生动有趣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那个长辈可能就是 很大的问题会是在 这个肌耐力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也特别呢 希望能够鼓励长辈 能够借由运动来强化体能 那延缓整个这个肌力的流失 说到运动不少长辈会到社区公园三步走走 或是舒展筋骨 但其实高雄市还有很多不错的室内空间 像是凤山 凌亚 左营等地区 都有运动中心健身房 65岁以上的银法族 在公益时段可以免费使用 运动中心呢 都有相关针对我们银法族的一个优惠运动 那我们优惠活动 那我们各运动中心原则上都会有公益时段 就是使用健身房是完全免费的 那在公益时段之外呢 长辈来使用也都是半价 那除了健身房有这个优惠之外 泳池呢也都有这个半价的优惠 目前高雄左营与凤山运动中心 都有推出银法族友善器材 银法环状健身系统结合AI智慧 记录运动量帮助长辈提升肌耐力 有一些这个针对银法族的一些运动器材 那也结合这个AI智能 能够针对客制化的这个需求来设计课程 那能够就是针对每个人的状况 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效果 那目前我们的运动中心 有左营运动中心跟凤山运动中心 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器材以及课程 那也薄受这个长辈的好评 基安艺成长是绝对是绝对是有的 因为长辈是明显的感受 因为其实从数据上 或从他自己本身的状态上 都有很明显的改善 那像我们有长辈 他说他之前连炒菜都没什么力气 可是他练完这个之后 他回去他觉得他做家事啊 做下厨啊 都其实都对他来讲都有明显的一些帮助 运发局提醒长辈高雄有多个运动中心 可以好好利用 也鼓励音发族能够走出来 大纲来文东 形态再用 记者黄冠维和文宇高雄报道 长辈常因为基少症造成生活不变 高雄市议员张柏阳和台湾激进党 特别在民族社区老人活动中心 办了一场认识基少症的课程 在老师的讲解和带领下 张柏阳议员和多位里长也身体立行 和长辈们一起做增强肌耐力活动 促进健康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张柏阳议员和多位里长和长辈们 一起用手拉拉弹力带 增强上肢的肌耐力 接着两腿蹲下来又站起来 增强下肢的肌耐力 长辈们都做得很标准很轻松 反观议员和里长们却做得很吃力 没几下就喊得要休息 里面最年轻的我跟许俊逸里长 我们两个其实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 我们都是各种的哀嚎 因为很多我们的 很明显我们的肌力比较不够 那所以刚刚很多的动作 我都发现我后面的阿嬷 还有阿公 做得都比我还要熟练 真的胖会生手 就是全身都运动到 我感觉真的赞 我希望是说 没有一星期也一国来两百 今天来学这个肌耍症 可以认识到说我们肌肉有没有流失 然后可以从小腿的肚尾那边去量 说你到底有没有肌耍症 长辈因为年纪大 平常待在家里很少运动 容易导致身体四肢肌肉量减少 老师也说明这种现象 会造成长辈生活上很不方便 像是拿东西手取不起来 走路或爬楼梯走不动 透过运动和加强饮食 就可以把流失的肌肉和肌力找回来 今天的动作设计 其实主要是去模拟他们日常的活动 比如说刚刚又有一个向上举手的动作 那就好比是在家挂衣服 拿东西 就是拿高过头上的东西 对那像刚刚的坐下再站起来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家坐椅子 坐马桶的动作 所以其实是利用训练去优化 他们日常的动作 三明区民族社区一带老年人口相当多 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和台湾基地党 特别在民族社区老人活动中心 办理这场认识鸡少镇 带领长辈动资动资的课程 也在多位里长的号召之下 鼓励长辈多来活动中心 采与各项活动延缓老化 这个课程算是对我们在地这个地方 蛮有运动的一个观念 然后也让我们大哥大姐 都可以多认识一些 有关于肌少镇或者是相关的课程 那也特别感谢张博洋服务团队 为我们地方办这样子的健康讲座 希望我们的长辈 能每天多运动 然后营养要吃得好 睡觉要睡得好 这是养生之道 希望大家都能来参与这个活动 其实肌少镇是每一个高龄的长辈 他们一定会遇到的一个症状 但是遇到之后每一个长辈 他可能未必会知道要怎么因应 那甚至是也未必对于肌少镇 有足够的认识 那所以透过整个我们在活动中心里面 大家一起动死动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当中 不只让长辈更加的认识肌少镇 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多多运动的机会 面对台湾将在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 张博洋议员和台湾激进党 也相当关心长辈身心状况和照顾问题 借由认识肌少镇的课程 唤起子女关心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 保持身体健康 认识肌少镇 大家都知道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眷村美食中馒头大多是圆圆的山东大馒头 或是刀切馒头 在凤山黄浦新村里出了一种窗花馒头 造型像是老式的眷村玻璃窗图案 另外还有一种湖南人常吃的咸蛋糕 是用面粉和绞肉做成的 还可以当成火锅料 都是特别的健存美食 面粉加水 或成面团要做成馒头 不过老师傅把面团用擀面棍 擀成像饺子皮一样 然后用四个指头一掐 就成了像是四个花瓣的花样 有人好奇地帮老师傅取名叫窗花馒头 小巧讨喜 和一般看到的圆形馒头很不一样 我们的窗花馒头 就四个花瓣嘛 正好四个手指头 因为我要一直想想 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 又要让它有点变化 你这个馒头看起来好漂亮 看起来好像窗花 玻璃的窗花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 它看起来真的很像窗花 那后来 真的在里面找一个玻璃窗 来开开 真的非常的像 后来大家就是把这个名字 就一直续用下来了 就是窗花满的窗花满 就这样子讲了下来 另外一种湖南人常吃的咸蛋糕 用面粉和绞肉做成的 新一代的郡村人舒豪将它改良 加入洋葱苹果 增加水分香气和甜度 表面再加上南瓜泥 放进蒸笼里蒸 变成吸引人的金黄色 我们要来打开我们的香香蛋糕咯 哇 原本它的这道菜 邓热嫂交给我们 其实没有上面那一层的南瓜泥 这个南瓜泥是我们想要让 我们塑形以后的上面的 这一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鸡蛋的这个部分 它更厚实 然后看起来更美味这样子 这道香香蛋糕是一位 眷村长辈传授给舒豪 经过加料和变色变成新款的香香蛋糕 做法有点像咸桂 可以沾酱来吃 更特别的是还可以当成火锅料煮来吃 之后也会在厨艺教室里推出 让民众来体验 湖南简称香嘛 所以湖南的家乡蛋糕 他们原本的这道菜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可以吃得到 那里面会有猪肉馅跟我们的鸡蛋 那这个他们大部分都是下在火锅料里面 这道菜是我们黄埔新村 住在我们村子里面的邓伯成 邓乐哥的太太 刘树菊女士 她传承给我们的 叫做眷村生活体验馆 那未来就会打造 让住在这边的游客 或者是来访的游客 他可以在我们所有工坊这边 体验这个手作的DIY 眷村美食有传统也有创意 黄埔新村已住待户的村民 向老一辈的眷村人学习 相互交流 再加入年轻人的创意和变化 让大家重新认识 另外一种眷村美食 记者苏焕君赖昌帮高雄报道 为了提醒汽车驾驶同理功德心 一段社群媒体上的影片 引起关注讨论 影片内容是 有名车主在百户公司停车场内 占据了电动车车位 确保充电 引发有需求充电的车主 暗讽欠缺功德心 电动汽车车主和业者 也期盼政府加速对电动车车位的 管理法规和实行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 PO出一段影片表示 在百货商场的电动车 专属车位中 被疑似没有充电的车辆占据 此时车主也出现 并以不耐烦的口气回应 事有充电需求的车主暗讽 功德心何在 你这样再用你半个小时 你会开心吗 功德心啦 就会觉得 怎么大家都不遵守规则这样子 那 如果是 如果是电动车的车格的话 还是希望大家 就是按照规定 如果不是电动车 如果没有要充电的话 就请尽量不要停 充电电动车的 停车格这样子 电动车就是要充电 没电充的话怎么办 这是比较大的困扰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就使用嘛 如果没有用到 还是给需要的人用就好 因应目前电动汽车车主的需求 许多饭店百货公司 地下停车场 都划设有电动汽车车格 也有充电桩 让有需求的车辆来充电 但是若有车位被占的情况 业者提到 消费者至上 并以合为贵 解能广播通知车主 道德性移车 碰到此类状况的电动汽车车主 也表示 站位行为不可取 加强同理公和心 并希望政府 可以尽速制定出相关法规来约束 在能源的使用跟环保的问题上 还是比较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个 对充电车更友善的环境的话 那也更能够显示出 我们是一个比较先进 比较文明的国家的一个指标 对啦 因为以后还是电动车的趋势 所以以后大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还是要早一点定制出 一个方案会比较好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说每一位 可能停车场的一些用户 都可以去遵守我们停车的规范 那当然如果有些占用的情况的话 我们上场这边也会进到一些 可能去做一些车主的学循 然后尽量去协助顾客把我们的车辆 都可以停止到正确的地方这样 事实上其实我们上场这边都会 遵照我们就是所谓的法令的规范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那如果有些这样子 相关的一些停车的规范 可以更加完善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满乐观其成的 根据停车场管理办法 专属车位是有相关法令来规范的 但目前也只限于 伸脏车位以及亲子车位 专属电动车位的使用办法合法则 虽然中央部会已经在5月公告 但还尚未施行 由于专用隔位的管理办法 交通部正在拟定 那已经在112年的5月公告 那尚未完成 这个专用车位的管理办法 那等到完备了 这个管理办法以后 就可以依照规定来做 如果违规占用的处罚 那交通局也还是呼吁 所有的车主要尊重其他 不同车种的使用的权益 如果不是使用电动车的话 千万不要占用专用的隔位 随着民众对于环保汽机车的接受度 越来越迅速普遍 但法令的规范速度 似乎跟不上进度 目前也仅能仰赖车主们 相互间的同理心和功德心恶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林亚分局接获通报 由老翁要汇款到不明账户 而报案人是一名理性记者 到银行办事 恰巧听见老翁与行员的对话 以从业多年的经验 直觉老翁很有可能会遭到诈骗 因此赶紧报警 成功保住老翁23万元积蓄 有民众到银行想要汇款23万元来装潢 但被恰巧经过的理性记者 听见谈话内容 感觉老翁可能会遭到诈骗 立即报警 凯寻所寻所宋志杰警员 林云获报到上 土翁仍坚称这是23万元为装潢所需的工程款校 却无法明确的说明装潢地点时间等资讯 甚至便用手机去问局主如何回应 理性记者向本台表示 因为当下听到他们的对话 以自己从业多年见过的许多诈骗案件来看 直觉这就是诈骗 而在等待警方到来之前 理性记者配合银行行员 阻止老翁汇款 终于保住老翁的23万元 我看一下看一下 查一下你的账号 你是个账号吗 我们用电脑查一下 我们是凯旋派所的 当下老翁声称这笔钱是要装潢的款项 但是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却无法明确回答 而警方到场之后 看见老翁手机里的联络人是投资群组 更加确定装潢汇款是诈骗集团所交的说辞 零先记者事后表示 可以在第一时间协助警方来成功阻诈 非常开心顺利帮助到老翁保住积蓄 林亚分局也呼吁民众对于网路上来路不明 且标榜高获利的投资理财讯息 请务必要多方查证 不要轻易相信诈骗集团的话术 记者黄光玮 庄收听高雄报道 三明区一间餐厅创办人 因为不舍许多卖相不佳的蔬果遭到丢弃 坚持使用外观属于下级品的丑蔬果 更发挥创意做出棉花糖卤肉饭 将餐厅作为食物浪费议题的扩散场域 希望可以带起环保的正向循环 您知道每年有多少蔬果 仅仅只是因为卖相不佳而被丢掉吗 高雄三明区一间餐厅 所有的蔬果食材 只选用长得不好看的丑蔬果 老板从自身做起 推广食物资源永续 让每一颗蔬果都能发挥应有的价值 我们直接把丑蔬果 然后加工烹调成是一个餐盒 甚至说是乳酪饭的一个系列 然后可以如此用最简单最少碳足迹的一个方式 然后可以去更触及到普罗大众 去享受到美好的食物 然后认识到说丑蔬果 其实它是很美味的 在南部 蔬果依照外观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 为了消费者能买到漂亮的上级品 在采收运送审核的过程 就有很多美味却不美观的蔬果被淘汰 造成食物无端的浪费 我们去跟统一的一个摊商去 这样去收下品丑蔬果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只做收丑蔬果的菜 其他品菜我们不收 也因为如此呢 其实我们发现说 光这个部分我们就处理不完了 更何况是说 全台湾各地有那么多的一个 果菜市场还有那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会希望是说 我们做这件事情 是能够引起大众来去重视的 这个洋葱的话看起来好像没怎样 但是它是 它是下品的原因是在于说 它不够大粒 正常的话餐厅或是消费者 希望的洋葱会是这样子 这样子大 但是它就这样子 正常来说它希望是这样子大 哇哟 你看哇呈现一个L型 这个也是弯的 所以你在菜市场看到那种超级直的 那个都是上品 这个都是下品 老板说丑蔬果只是长得不好看 但在鸡肠碌碌时 吃进嘴里的满足和疗愈感 却是丝毫不减分 并持着疗愈的想法 老板推出了独一无二的棉花糖卤肉饭 它整体吃起来的感觉 它会有点像是烧冷冰那样子 咸甜咸甜的 不会不搭 很搭 我们曾经有客人 我们曾经老顾客 他来他都不点其他 他单纯就是点棉花糖卤肉饭 很神奇 因为只收购丑蔬果的坚持 老板必须反复衡量经济效益 也遭遇过不少顾客的质疑 就是说你们收购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你们还是卖这样子的价格 然后不是比市面上便宜一个两成三成之类的 甚至说四季品的东西是不是就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卖给顾客让我吃这种东西 我们也是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战 就当场就是说 如果我早知道你们是卖这种东西的话 那我就不会买了 环保观念也好 或是说消费者意识抬头也好 这种声音已经渐渐比较少听到了 在我们之前 我几乎没有听过高雄市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诉求的一个餐店 那我们开了第一枪 我们开了第一枪之后发现说 这个商业模式它是可以行的 那我们也希望是说有其他的店家可以去仿效我们的一个做法 然后将更多的一个美好的食物 然后呈现给一个消费者 再更扩散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环保观念和消费者意识的抬头 老板说大部分的人还是非常支持他的理念 这间餐厅就是丑蔬果议题的发散点 让更多人了解到食物浪费的迫切性 让城市里的食物不止美味也要环保又健康 记者夏丽萱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督生活讯息 字幕志愿者 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 晴时多云 气温26到34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晴时多云 气温25到35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采访报道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 晴时多云 气温26到36度 宜兰花莲台东 彭湖金门马祖地区 晴时多云 气温26到35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督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哦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观众朋友们平安顺心 我是张舒婷 我们下次再会 По频道,这个词然会'm,请 gay nun 好, 。 ,,,, , 報導一、 词